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号星期二 上海前首富周正义出狱之后 大半的庆功宴 不是找了6个当时上海官媒 什么上海广播电视台 东方卫视的6名主持人去站台支持 出狱 从监狱出来 为什么要搞一个庆功的一个生日宴 是这样 周正义当时进去的时候 帮很多人背了锅 这个是事实 周正义在上海 人称周公子 结交的比较广 比较仗义 在与中共的斗争当中 牺牲小我完成的大我 帮助很多人兜了 兜了兜了底 他我一个人进去做狼 你们都没事 出来之后 很多人反正就算欠他一人情 胜利出狱 跟老公子斗争当中 最后算是接战性的 取得接战性的胜利 跟中国共产党 取得接战性的胜利 出来之后 要搞一个出狱的一个庆功宴 大家给表演表 对不对 咱们道上的兄弟 当年没有出卖大家 自己背了进去坐牢 替大家坐牢 大家出来给鼓励鼓励 然后4月18号晚上 在上海外滩五星级酒店 举办庆功宴 初遇庆功宴 宴会打出 不忘初心 回归本次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不是 这个都差不多这意思 胡汉三又回来了 广腰的名人名星 捧场 官媒上海广播电视台 东方卫视立盟主持人 朱真 成雪 房海燕 陈荣 倪林 戴刘飞 现身 支持 都是支持一下 怎么说 黑社会大哥出狱出来了 这帮 算了 别人太能听了 反正就出来支持一下 好不好 参加晚宴的主持人 现在最终处理结果出来了 前两天 有人想让我说说 说这个事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他哥们进去了 然后吃了点苦 也没吃什么苦 对不对 他进去好多人保着他 他监狱里也是吃香的喝辣的 对不对 监狱里住的跟他们五星宾馆似的 但不知道怎么知道 限制了一段时间自由 最后终于出来了 哥几个给他办个清空宴 你看过美国网市吗 那不也是吗 Noodles出来了 他们给Noodles安排上 给兄弟安排好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对吧 都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就不能太当真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觉得是这样 老毛不就说 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虽然说 你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 但是毕竟你是最大的 你不能允许其他的黑社会 都不存在 对不对 像周公子这种小黑社会头子 也得允许有几个 对不对 都没有了 你也尴尬 你也寂寞 对不对 那么你治谁 对不对 你不治他 你怎么显示说你牛逼 对不对 对吧 所以你看你把它办了 我显示说 你看我中国还是最大的黑社会 牛逼不牛逼 大意就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周正义 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傻 说还不能低调一点 这样子 我以前讲过黑社会 他这个面子 是一个面子文化 面子非常非常重要 你像以前上海滩 在周公 周正义前 周公子前 比较有名的 他的老前辈 黄金荣 对不对 杜月生 这都是周正义的老前辈 对不对 当年黄金荣不也是 被军阀给挖进去了 挖进去之后 杜月生就救他 虽然救下来之后 黄金荣也就不行了 因为面子失了 太丢人了 面子丢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被军阀关起来了 现在也差不多 也是被军阀关起来了 对不对 你说出来之后 周正义就是说 知道黄金荣出来之后 就是说没有把这脸长回来 就越来越不行了 就开始逐渐的 势力就越来越弱了 杜月生就逐渐的成为了老大 周正义就觉得 我出来之后 我不能像黄金荣那样子 对不对 我像黄金荣那样 我就完了 所以我必须 我这童筋抖擞 让你们知道 我还是大哥 我胡冠三回来了 老共拿我不能怎么着 老共那边的台柱都得过来给我轻声 爷还是大爷 爷还是个腕 爷出来了 他就这么个意思 因为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他搞这个东西 他是为了面子 为了日后再可以跟人谈事 谈生意 因为你都已经倒了 对不对 共产党能抓你坐牢了 你就不行了 瞧不起你 对不对 那就要给你做一出 让你们看看 你们唱一出 看看没问题 我还照得住 这么个意思 就把这往上拉来 就是撑门面 结果老共一向都容辞 都跟金人一样 共产党不都这么搞 北韩不也还是共产主义 他们没改 没改名 还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都这样 你看北韩不也是 一个什么女少校跟将军们性贿赂 然后金人去了 太不像话了 把那女的拉出去给我枪毙 你知道吗 都是这样 你说这几个主持人 都是怎么说 主持人说句不好听的 真的都是 对吧 别想说太难听 就是这意思 对不对 他不容易 你抓嫖客 对不对 哪有朝这边抓的 对不对 你欺软怕硬 对不对 你黑学会 你本着把周仁一再抓进去 你又不改 你朝那六个下手 把这六个给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参加晚宴的主持人 被暂时吊销了主持人 没有主持人就不能主持了 什么主持人都不能搞 然后禁止了 在上海地方台出境 然后陈荣被解除了 东方卫视的相关职务 没有编制的防海燕 被解除合同 极致起的就开除 直接开除了 因为他本来也没有编制 剩下的朱真 成雷 尼林 一年内领取单位 最低工资 他们都有编制了 不好 不好开除 领取单位的最低工资 解除未来两年内 全部绩效 就没有绩效养金了 未来一年内 不得在其他地方台 露面 这么一个情况 每个人处理 还不一样 根据有没有编制 后面有没有人 反正各种不同 就这么一个情况 后面日后能不能过几年再付出 就要看干爹 每个都是这样 反正你看 范冰 现在也没付出不了 范冰一直想付出 一直付出不了 就差点事 你看人那谁就没事 对不对 不说了 说这意思 然后网络传言 说他们每人收了10万元人民币 官方给他们辟谣了 说没收那么多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官方说没有收钱 这是放屁 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我在天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是记者 然后他要去 有时候搞一些活动采访 就叫我去 我不喜欢玩让相 我拿一个 我那时候有个尼康一个单的相机 其实很便宜 我记得我那第80好像是 买了个是第80 尼康的第80很便宜 就七八千块钱 还送了我一套头 我记得 反正拿着挺像这么回事 拿着单的相机 他们也不懂 拿着去了 他让我拿着去了 跟他去 然后他是记者 我是照相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这么去了 去了之后就可以领钱 一般记者去了之后 走的时候 一边给你发一包小礼品 小礼品没有多少钱 就没有什么好东西 反正一些土豆产 小食品或者他们等等 然后一般一个人给100块钱人民币 一个写写写 小红包 小信封 一人发一个兴奔 一人给100块钱 那个时候 反正还是差不多10几年前 15-6年前 15-6年前的时候的价码了 我想现在的话都不是100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着去 跟着去之后 如果发了东西 就我拿一份 他拿一份 如果发了钱 我拿那钱得请他吃饭 最后我们俩这一对 我们俩差不多就去吃顿好的 吃顿好的 100块钱 差不多也就吃完了 因为你要去好点的饭馆的话菜比较贵 你知道吗 100块钱也就吃了 那个年代的天津其实吃饭还挺便宜的 如果去便宜点的饭店 那个时候天津一般素材就十几块钱 肉菜二三十块钱 知道吗 两个人其实吃个四五十 我还能留五十块钱 但他偏要去好一点 还有一百块钱就一点不够留 每次算了都特别准 准吃了个97-98 给我留个一档两三块钱 反正就算了 算了 不说人事了 我那朋友玩也是够可以的 给自己解馋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反正就那个年代 就那样 那记者就都是跟摄影 反正就都拿点钱 现在来讲 你看他们的主持人去了之后 不可能100块钱都不给 对不对 所以你说没拿钱 我就是活儿八道 给这10万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拿了那么多 不过按他们价码来讲 10万可能也差不多 也正常 是不是 现在来讲 像他们这种 对吧 都是官方的这种主持人去了 东方卫视主持人拿不了10万的话 也有点丢人 尤其这么大的场合 对不对 而且说实话 最后事儿闹成这样了 不得给人点经济补偿 你说是不是 是吧 反正就是说这个意思 反正但是官方说 说没拿钱 官方说话的就没人信 官方说话都跟放屁一样 谁信 对不对 哪怕你说他们就拿了200块钱 我勉强我也信了 对不对 你说一分钱没拿 他真的没法信 你就随便去一个不知名的主持人 小记者 还给个100块钱 对不对 什么年代了 对不对 你周正义他们 对吧 说这意思 我觉得周正义 没有那么扣 不至于周正义在上海 当年上海前首富 对不对 也是吃过混过 见过世面的人 不可能 对不对 你说 连个100块钱都不给 我觉得周正义 应该不至于 但不管怎么着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好不好 然后 我觉得这点来讲 你看黄光玉 黄光玉就比周正义要好一些 比较低调 你看出来之后非常低调 但当然还有一点 就黄光玉老婆不错 黄光玉进去之后 老婆一直帮她撑着 这个场面撑住了 出来之后 国美他就继续接手 没丢 当时有人想 什么来着 拿他国美都没拿成 老婆干都没干过 被老婆给挤着跑了 最后国美 还有他留下来了 所以黄光玉 由于他我觉得出来之后 虽然面子折了 但是他国美还在 所以很多人还得给他 还有一个面子 就实力在 周正义是有点倒的 有点小彻底 就不往回找找这面子 有点好像找不回来了 后面过几个月 谁要出来了 也是上海一个特别著名的大夫 徐祥 徐祥要出来了 被抓了时 穿上一身白色的阿玛尼西装 7月份还是9月份 要出 前两天我看见这个消息 说7月份9月份 徐祥要出狱 很多人都说 徐祥出来 是不是也要来一个大办特办 说上海东方卫视 现在还有主持人吗 还够不够 还能再套6个主持人吗 给徐祥再办 反正这个也就是 共产党打压一下周正义 就是说 现在再办他 不好意思 因为当初办的时候 办周正义的时候 还是小胡胡锦涛时期 是因为当时为了办上海市市长 把他顺道就给办了 现在时过境迁了 习近平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仇 也就算了 也就不办他了 但是就是说 通过这个事情 就是敲川阵虎 让你们这些号里面出来的 黑夜会大哥稍微低调一点 你们一定要明白一点 这里是中国 我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知道吧 你们都家着椅子做猪 知道吗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